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会有两个条件要重叠 首先第一个就是双眼突出 再搭配上全骨肩 如果这两个同时重叠的话 就构成强势 压坝 不慈悲 我先讲这个凸眼 其实凸眼我们把它比喻成 像是牛眼 面向里面叫牛眼 那只要有牛眼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情绪上面 会比刚刚三百眼的更难控制 很多时候我们常听到一些 像是家暴的案例 或突然走路走一走 莫名其妙就开始在那边 好像神明上升这样对着路人 在那边乱砍的 经常会出现三百眼的这个 抱歉 会出现这个凸眼的情况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凸眼 再搭配上这个全骨肩 这个全骨肩 全骨它本身就代表 我一个人的掌控力 那所以就是说 我本来已经很情绪化了 那我掌控力又非常非常的强 代表我只要起床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即便是不管合法的或非法的 我都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达成 李勤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什么钱都敢赚 OK 好 那我们分三个面相 来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 面带三百眼 其实这三百眼的定义 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眼睛来说 正常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说我的这个 上方的眼白露出来 或者下方的眼白露出来 这些统统都算 那三百眼它什么特质呢 就是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那会有三百眼的这个朋友 在个性上面 第一个他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那以自我为中心 当然就是说 我既然想要达成某一个任务 不管是说在情感面 生活面正在赚钱 只要我能够赚到钱 有什么不可以 我不会去管其他人的状况 到底好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以这个三百眼的话 在情绪化 情绪的控管上面会比较薄弱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可能被这个经济压力逼急了 或者是说想要赶快赚到钱 所以他们就会走一些 非法的这个途径 就是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会有两个条件要重叠 首先第一个就是双眼突出 再搭配上全骨肩 如果这两个同时重叠的话 就构成强势压巴不慈悲 我先讲这个突眼 其实突眼我们把它比喻成 像是牛眼 面相里面叫牛眼 那只要有牛眼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情绪上面 会比刚刚三百眼的更难控制 很多时候我们常听到一些 像是家暴的案例 或突然走路走一走 莫名其妙就开始在那边 好像神明上身这样 对着路人在那边乱砍的 经常会出现三百眼的这个 抱歉 会出现这个突眼的情况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突眼 再搭配上这个全骨肩 这个全骨肩 全骨它本身就代表 我一个人的掌控力 那所以就是说 我本来已经很情绪化了 那我掌控力又非常非常的强 代表我 我只要起床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即便是不管合法的 或非法的 我都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达成 举例来说 像之前有一段时间 大家不是讨论这个地沟油吗 油的这个问题 这个地沟油真的想到都觉得 这个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 伤天害地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一类 这个面相的这个朋友而言的话 他就会认为说 这是我要赚钱 这是我想要活下去的一个方法 他才不会管就说 其他人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这个面相的特质 它比较有点类似像这个行为学 就如果说是 平凡的舌头填嘴唇 那它会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 这个人在个性上面 奸诈恶斗不留情 那我简单定义一下 这个填嘴唇 跟我们这个嘴唇干燥 因为我不会24小时都干 我偶尔填一下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太紧张 可是如果说它填嘴唇 你去变成一个习惯了 你发现你跟它聊天十分钟 它将近有九分五十九秒 几乎都在填嘴唇 那这就有点过头了 那怎么讲话 我跟你讲 你知道 其实 那这个就有点过头了 那这一个 其实也没 我跟你说 你看那股票台 那股票名师很多的 对啊 一公一... 我都被吹 买了啦啦啦啦啦啦 哪有填嘴唇呢 这个糕填 对了 一公一好像比较有剖 要用这个给它刺一下 对啊 那也的确 就是说像这一类型的朋友的话 基本上因为嘴巴 它代表是一个门面的象征 它也代表一个人的诚信 所以如果说你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一直频繁地填嘴唇 代表这个人在个性上面 他喜欢讲一些 比较虚无缥缈的话 那如果用在经商上面的话 他习惯会给别人画大饼 特别会释放出一些 好像似是而非的利多 比方说我吸引股东啦 或是吸引投资人啦 就像杜林哥刚刚讲的 就像我们之前常听到一些 股票诈骗 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直销啦 零股塔啦 这一类它就会讲出非常非常棒 让你觉得说 好像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甚至在短时间之内 他会用他的这个 非常棒的一个口才 但我必须说这个口才 我认为它是不好的口才 然后他想办法 因为有很多这个投资人 这个投资的钱不是闲钱 是毕生的积蓄 甚至可能是小朋友 或者是这个家里面 爸爸妈妈未来预留的这一份钱 但是为了想要就是说 让家里面的人过得更好 就把这个钱给拿出来 但是对于这个面向的 朋友而言的话 他很简单 他的一个目的 他拿到钱了之后 他就撤了 他不会管说剩下的这个你 你到底还能不能够赚到钱 甚至就是说你这个钱 还能不能够拿回来 那所以以上这三个面向 就提供大家作为参考 这个继保龄茶室中毒案之后 大家打给紧张插一袋 到底有哪些东西 明明看起来也好好的 闻起来也香香的 吃起来也还不错 到底不知道说 老赛买西郎 怎么有这么严重 就是问一下肃青 最近还又一连串 还有八方云籍藏寿司 都被爆出食案问题 多的 本来刚刚那个保龄茶室 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阿波尔找大品牌吃 绝对没状况 对啊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 一连串出状况的 都是大品牌 刚才提到的 八方云籍藏寿司 后来网品旗下的两家 想说最近还有一家 很知名很贵的烧牛肉店 也说那个牛肉过期 对不对 想说现在是怎样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是 他们每个人出的状况 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想特别提醒 大家一件事 第一件事是 刚才赌音说 老赛买西郎真的会 真的 因为在这一波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几年前有一个硕士生 不是去早餐店吗 然后大家早餐店 不就豆浆啊 三明治什么吃一吃吗 就后来想说 奇怪 这人怎么没来上课 才发现他死掉了呢 他就是因为觉得 老赛买西郎 然后他可能吃了 可能真的有食物中毒 可是他就一直复泄 一直复泄 可是他又努力地 赶他的报告 赶报告啊 准备考试 所以可能自己 没有去积极就义 所以后来真的因为这样过世 所以要特别留心就是 很多环节都可能造成 我们在吃东西的危害 比如说这次保龄 最让人家意外说 那什么 现在叫做邦克烈酸 以前叫做米酵菌酸 邦克烈酸 没有听过 怎么这么严重 这一 食物保存不良的情况下 在特别的环境跟温湿度下 那个菌它自己呢 如果带有特殊的品种 有特殊的品种 它就可能生出这种毒 所以一 食物保存不良 对 二 比如说有一些说 那个大集团好像听说是 糯螺 那糯螺来自于哪里 有的时候是 我这个帮你做菜的人 如果我今天 其实我很不舒服了 我可能自己也上吐下穴了 可是老板说 我跟你说 你今天没来没全情 我现在又要去 去可是他昨天不小心 他身上的病毒 这样 这样 给你弄弄的 还是说他去便室 他有洗手 可是他去便室的时候 你自己用一个厕所 用一个厕所 在那边 所以第二 员工也可能会带给你 就是员工的健康管理不当 第三 我们叫做什么呢 有一些人就说 奇怪 甚至一间说 水质有问题 听说是水的问题 不一定有 现在水质 你会记得最近 有一个台北市的某个区 结果发现 大家都以为说 不要去餐厅 我们自己来拿山泉水 那是健康的 给我山泉水 里面也有菌 山泉水 我通常去露营的时候 还会这样 就甜美了 山泉水好甜美 对啊 都上游 你再吃过一吃 对啊 上游都很起 你看谭老师吓到了 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水没有加律很健康 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曾经遇到 它柯山泉水 就农药中毒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取水的地方 上面人家正在撒农药 还有上面如果胃猪 有一些排泄物 会有沙门氏菌 大肠感觉这个 你就会喝到 所以其实 我给大家三点建议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管过餐厅 第一个就是 你想说 我怎么知道它食材管理好不好 通常那个生意非常好的店 因为他们食材通常当天或 有时候都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食材比较不会有过期或不当 那第二呢 你也可以看它的师傅们的穿着 如果它都有制服很干净 口罩也没有带到这里有没有 然后那个 有时要在内场也设置一根粉 那什么 然后你看 三不聖母的 还设置一根粉 口罩后来做乖乙数的 那个你就可能要注意 第三个 我自己管的 从而我发现 你看看它那个厕所的打扫 像我们很注意整洁的 厕所我们一定有颁表 每个什么时候打扫谁 然后监管了谁 这表示我们对整个环境是很在意的 然后第四 你拿它菜单的 那菜单的菜单 很黏的 柔柔 黏黏 我說菜單常常是衛生的死角 對 真的 上面的人 他們的小孩如果糯爐變瘦 對不對 我桌子擦一擦 菜單不一定有漆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覺得菜單 一直在柔柔 黏黏 它可能不像我們 像我們是每一天 晚上一定要用那個漂白水 稀釋之後把菜單擦一次 你說你以前做餐廳的時候 這個都是必要的動作 一定的 所有顧客接觸到的地方 都應該清潔消避 好像比我們家裡還要乾淨 對 如果你老一年 你覺得你是無敵鐵金剛嗎 好 什麼 可是就是這幾個點 是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來判斷說這家店是不是能 尤其最好是選 你看得到內場很透明 就是它有清潔嗎 對 不能這樣 為了要賺錢 都不夠良心 對